大家好,我是毒魂 Apple TV最近发布了一支史前星球的官方正式预告 作为一名游戏区UP兼古生物爱好者 我也是在第一时间愁了两眼 一个预告片,能有啥大不了的 也就让我反反复复刷了大概四十来遍吧,记不清了 总之是怎么看怎么不过瘾 好东西自然是要分享 于是自个看不过瘾的我还特地叫上了橘子和睡沙又一快看了一遍 顺带交流了一下观看感受 这里给大家放一段我们当时快看的反应 如果你已经看过该预告,可直接跳过到以下时间段 如果你还没看过该预告或者意犹未尽 那不如和我们割三一块看一遍 哦,开局霸王 哇,一片海滩 哇,这绝对是霸王的表演 看到没有,这个水体交融的特效 哇,钱周龙 这应该是钱周龙的首秀吧 是 嗯,哇 这个是哈特之歌 拥抱太阳 龙没了嗓下 这个卓啊 池龙科 霸王龙游泳 哎呀 感觉像那个 这是欧洲的华 鸭子在等下 沙漠的会不会是特暴龙的 睡王了 哈哈,夜市睡王了 哇,你看这个,你听这个音乐 哇,大鸭子 大鸭子毛发从水里出来的感觉太棒了 这段音乐真的绝了 我觉得应该是用倒镜拍的那个 那个,毛发 哇,尸体内置死 这样子 这很多道 这个对 这个吃虫 哇,前面 这个气囊的造型 不对啊 艾德蒙哥 所以可以 尸体龙游泳 我感觉那个应该是宝版的 这个是什么啊 这个小的踩着 这个是什么啊 哈哈哈哈 好猛哦 刚才那一段 看那个 苍熊那一段 叶军 叶军 山东楼 真的啊 无论看过手边 真的是 太棒了 这个 尤其是这一月 哇 哇 就是 真的牛啊 叹是寂寞 落地深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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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今 哎 预告片是真的 看多少遍都不会 看完这段预告 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反正对此我只想说 这个四月份 我是真的一秒都待不下去了 好吧 爽归爽 但是这只预告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问题 包括大家最关心的故事背景 出场角色 也就是片中都会出现哪些地点和哪些恐龙这类的问题 不过也确实 由于这个纪录片放出的物料除了这些预告以外啥也没有 里面出场的大部分动物 要么只能结合此前官方给出的6600万年前恐龙最后的时光 这个大前提来缩小范围 说白了就是靠猜 要么只能通过首席顾问达伦那时在社交媒体各种方式证实 但是毕竟人家是签了保密协议 售后服务大多数时候只能当个名誉人 因此谁也很难给出一套准确的恐龙名单 具体的细节我们估计只能等5月23号之后才能一一知晓了 但在此之前我又不想闲着干等 所以我和睡杀决定 穷尽我们毕生的索学也要试着分析出这只预告出场的所有动物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预告的画面从一片阳光沙滩展开 在海边冒出了两条灰不溜秋的玩意 相信不少小伙伴能脱口而出蛇颈龙这三个大字 不过这一幕的蛇颈龙具体是个啥 咱们放后面再分析 紧接着一只前周龙把它修长的稳步从密林中探入画面正中央 对的,据达伦那时证实 该生物的确是来自我国南雄盆地的中华前周龙 这也证实记录片中将会有以南雄盆地为背景的生物群落登场 而来自其中的前周龙属于霸王龙科的分支龙族 但体型相较其他的分支龙更大 可以达到6到9米之间 由于该地尚未发现其他大型石油龙类 前周龙可能是该地的顶级劣使者 下一个画面回到了海滩上 一只大型的神龙翼龙类在海滩展开了双翼 随后便正吃高响 关于这只翼龙的身份尚有争议 主流的声音认为这是一只来自欧洲罗马尼亚的哈特兹哥翼龙 由此认为本系列将出现以欧洲海岛群落为背景的故事线 这似乎是个合理的解释 但由于这只哈特兹哥翼龙的造型 所以对这只翼龙的身份可能还需打个问号 随着旁白介绍被当成怪物的恐龙 一只驰龙类把它独具特色的大脚伸进了画面 并且给侧脸来了个特写 看到这里很多观众几乎脱口而出这是林道龙 但是要知道林道龙出产于德加多克塔岩层 该成为巨金耶7500万年 距离恐龙最后的时光仍然为时过早 对此达伦也解释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他暂时还不能展开说 不过从他的答复来看 似乎也从侧面否认了林道龙的身份 那么这只翼龙类究竟是何身份呢 请先接着往后看 下一幕 霸王龙游泳 霸王龙大家都认识了 但霸王龙居然会游泳 估计是很多小伙伴闻所未闻的新概念 是的 在过去人们普遍认为 以霸王龙为代表的二族石偶龙类 很可能都是汉鸭子 但是随着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化石证据出土 尤其是各种疑似恐龙游泳留下的痕迹 似乎对霸王龙这样的石偶龙类来说 游泳也不见得是难事 这里剧组很大胆的让霸王龙下海游泳 既是霸王龙在荧幕上首度一展游泳本领 同时显然也是剧组希望传达给观众的一个全新概念之一 回到岸上 下一幕给出了两种鸟屯类恐龙的画面 其中第一个画面给了这种小恐龙一个特写 那么我们假设 如果前面的哈特兹哥翼龙确认为本尊 那么这只小恐龙很可能就是同样来自罗马尼亚的 撞硕查摩西斯龙并且很可能是哈特兹哥翼龙的潜在猎物之一 查摩西斯龙属有两个物种 其中撞硕查摩西斯龙与另一种十七佩里亚查摩西斯龙 被认为是导影诸炉效应的典力之一 因为撞硕种的体型相较于后者小了近一半 其原因很可能就是导影隔绝所致 而另一幕出现的富顿甲龙类恐龙则身份不明 结合丛林背景来看有两种选项 其很有可能是同样来自欧洲的斯托甲龙 这个奇怪的名字来源于他们斯托鸟一样的脑屋 斯托甲龙是一种来自欧洲的杰杰龙类 体型不大只有大约2米长 而另一个选项则有可能是来自北美洲地域稀祖的丹佛龙 丹佛龙的体型则相对更大大约接近6米左右 同样也是活到马斯特里赫特期的杰杰龙类 我个人结合这个遍布苔藓植物的森林背景 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来自欧洲的斯托甲龙 而从叙事的角度讲 多选取这种来自欧洲海岛的小型恐龙登场 可与外来的大型翼龙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 更加直观的表达导影效应对恐龙身上的影响 再次从郁郁葱葱的森林回到黄沙遍野的荒漠 之前那只神秘的齿龙类正捏手捏脚的行走 生怕惊醒旁边睡觉的大哥们 很显然这是一群霸王龙类 那么这群睡王龙的身份究竟如何 网上主流的声音认为是特暴龙 原因很简单 戈壁嘛 这么荒凉的荒漠只能在蒙古嘛 所以除了特暴龙还有谁呢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静下一想 如果这是特暴龙 旁边这只齿龙类是灵道龙 那岂不是穿越了 要知道恶者可是差了几百万年呢 如果节目犯了这种最基础的穿越错误 岂不是在预告宣传阶段这次砸招牌 于是有人在假设这些睡王龙是特暴龙的基础上 推测这是同层位的恶灵龙 这一下似乎就能自圆其说了 但尽管如此 我对此仍保留意见 具体的后面再说 紧接着随着睡王龙的一个哈欠 我们随着镜头来到了一处瀑布 瀑布之下 另一群体型较小的神龙翼龙类在峭壁之上栖息 对于这群神龙翼龙类的间别 我是真的想摆烂了 我看了这个预告片差不多五十多遍了 都不确定这是个什么 首先第一个 产地不明确 导致它的选项有很多 例如同样来自罗马尼亚地区的真神龙翼龙 基于两枚颈椎命名 或者有网友怀疑可能是一种至今未见发表的 来自北美洲的所谓霍恩比岛神龙翼龙 内容包含一些追果等材料的文字描述 其理由是本节目的顾问之一 马科威顿曾研究过该小型翼龙类 不管它究竟是什么翼龙种类 在这种缺乏产地信息的前提下真的很难辨认 因为白俄季末期的天宫 基本都被大型神龙翼龙类所占领 几乎没有什么小型翼龙类存在 所以现阶段的信息很难让我们判断这是哪种神龙翼龙类 下一个画面 一团长毛巨兽从水中浮起 紧接着就是一个鸭子嘴巴的恐龙吃着水澡出现在镜头中 结合画面这个鸭子嘴巴恐龙的头型 隆起的驼风 以及全身的毛发 我敢保证这是一只恐手龙 恐手龙是一种大型杂实性兽甲类恐龙 同时是亚洲最巨大的兽甲类恐龙 可具有间接证据证明最大的批语恐龙 为什么说是间接证据呢 因为恐手龙本身没有发现毛发留下的痕迹 能证明它具有毛发的化石证据来自其伪宗谷 一种由伪追欲和形成的特殊追故 用于附着恐龙的扇形围语 间接的证明了恐手龙生前具有扇形的围语 因此中国东北的华丽羽娃龙 可能是有直接证据证明的最大批语恐龙 而蒙古的奇异恐手龙 则是具有间接证据证明的最大批语恐龙 顺带不得不感慨一下 这水 这毛 这特效 这真的是CGI吗 再次回到海岸线 两头巨龙类正在交紧思摩清理无间 结合此前同样出现在海岸的哈特兹哥一龙来看 这片海滩仍可能是欧洲岛陨的海滩 因此这些西角类可能是同样出产于罗马尼亚的沼泽巨龙或马扎尔龙 不过这两所谓的巨龙其实都是名不副实的小家伙 它们的肩高都只有大约2米左右 同样也深受岛陨效应的影响 不管是哪种巨龙 在我看来 它们和哈特兹哥一龙出现在同一片海滩上 恐怕都不是什么好事 而下一幕 透过一台尸体内置摄像机的镜头 有两只不明种类的神龙一龙类正在着尸尸尸体 而远处的一只则让我们看清了侧脸 单从头怪的形状来判断 似乎是一群风神一龙在着尸腐尸 不得不说这一幕从动物腐尸内部视角窥探 无论是构图上还是创意上都简直绝了 在一片荒漠丘陵上 一对上贯大天鹅龙正真正齐齐的向前跋涉 上贯大天鹅龙是一种出土于中俄边境附近的东北亚蓝色龙类恐龙 头上长着非常奇特的上贯 目前来看上贯大天鹅龙的出场 代表着史前星球将开展对晚白二世东北亚恐龙积极生态的介绍 这在整个恐龙纪录片中都尚数首次 真的是十分令人期待了 来到雪地 一群厚鼻龙正在三只霸卧龙类的追捕下仓皇逃窜 紧接着下一幕 两者又一次展开了对峙 厚鼻龙首次出土于加拿大阿尔伯塔 随后在美国阿拉斯加也陆续出土 结合厚鼻龙已知的产地与这幅冰天雪地的环境 这里很有可能是位移局圈附近的阿拉斯加王子西地层 这些厚鼻龙可能是属于2012年才正式命名的佩式厚鼻龙 那么追击并与厚鼻龙对峙的霸王龙类究竟是何时分呢 基于我们默认故事发生在王子西地区 那么最有可能的候选龙只能是此前该地发现的北极熊龙 北极熊龙的名字来源于伊努皮克语的北极熊和希腊语的蜥蜴 命名者认为这种恐龙在当时可能扮演着今天北极熊的生态角色 虽然我知道大家更倾向用白熊龙这个叫法 不过毕竟不是所有白熊都是北极熊嘛 之后的画面就是一只不明种类的西角类恐龙 通过某种方式使颈部气囊膨胀 很多人对此反应颇大 对是否有化石证据提出质疑 实话是说 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也挺懵逼 一时半回也想不出这究竟是啥原理 而我们的睡莎对此貌似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接下来的内容就让睡莎来继续说下去吧 好久不见各位 我是睡莎 本期视频玩的主比 在这里我也说说我的个人观点 一家之言 姑且一听 前段时间一篇研究报道了一粒梁龙类物种罹患情形 呼吸道疾病的苦病理学研究 研究指出这种西角类恐龙的呼吸系统 十分接近鸟类的构造 我想可能也是以此为跳板 剧组特别大胆地参考了今天的小艾草丛鸡 或者华丽群圈鸟这样 能够通过为气囊充气吸引异性的鸟类 为这种西角类赋予了这种独特的设计 可以说至少某种程度上 这种设计并非空穴来风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不是创意 就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 说了这么多 画面中登场的这群西角类究竟是个什么身份 事实上在缺乏产地信息的前提下 辨认西角类可能是一种相当困难的事情 结合有限的画面以及周遭的荒物环境 我们判断这可能是来自蒙古地区的奈梅盖特龙 霍阿伟龙或者来自中国的珠城巨龙 从身体比例来看 不管是奈梅盖特龙还是霍阿伟龙 这两种中型巨龙类的体型都不大 大约在10到12米之间 它们的体枪都很大 但四只相对短小 事实上很早就有一些学者提出奈梅盖特龙和霍阿伟龙可能是同一名 而中国的珠城巨龙与这两种共同的关系也最近 因此可能有同样类似的身材 不过至于为什么还会有珠城巨 请各位龙我卖个关子 我们往后再说 再一次回到冰天雪地 一群大型的鸭嘴龙类拖家带口的沿着河流迁徙 这片雪地背景可能还在亚拉斯加的王子西地区 那么这些鸭嘴龙类也最有可能是古直石龙 不过最近的研究又认为 古直石龙可能实际还是埃德蒙顿龙的头屋秘密 所以我们就暂时把它当成埃德蒙顿龙也没有问题 可以看到这些埃德蒙顿龙有非常宽阔的绘 人们目前发现了众多埃德蒙顿龙的化石 其中不少保留了非常完好的软组织痕迹 因此鸭嘴龙似乎是一个很不恰当的教法 虽然单看头骨 鸭嘴龙类确实有点像鸭嘴吧 但是化石证据显示 埃德蒙顿龙的绘有一块成弧形的大块角质覆盖 在闭嘴时可以盖住下颌 那么这么看似乎也不是特别像鸭子 紧接着随着镜头转入海洋 一小群蛇颈龙类正在海洋中唱 蛇颈龙类的鉴别也是一个普通的难题 单从时间段推算 画面中这些蛇颈龙类有可能是来自非洲的摇颈龙 摇颈龙也是最晚的蛇颈龙类成员 可能一直到KBG事件发生之前 都一直在摩洛哥的海里自在地遨游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推断这是来自摩洛哥的摇颈龙呢 先不要急 我们先来说说另一个细节 画面中的蛇颈龙正好一大一小 这是一个在过去很多古生物纪录片都没有被注意到的一个细节 蛇颈龙是会照顾后代的 是奥基福和奇帕普在2011年描述了一个怀孕的双旧追龙类的报道中 幼年蛇颈龙类的体型相对于母亲来说非常的巨大 如此巨大的幼崽都说明蛇颈龙类的母亲可能会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后代 因此古生物学家认为蛇颈龙的幼崽会在出生之后与母亲共同生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而蛇颈龙照顾后代这个细节 大概也是近几年的古生物纪录片当中首次展现 真的非常值得称赞 然后是查摩西斯龙 刚刚讲过了 过 然后是两只霸王龙在密林深处秀恩爱 过 蛇颈龙吃鱼 过 石油牛龙大家都认识 过 等等等等 石油牛龙好像刚咱们没讲 在画面中一只体育表颜色相对鲜艳的雄性石油牛龙正在对着体色较为暗淡的异性 但是自己蓝色的小手 一些古生物学家通过对另一种阿贝利绒类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马军龙前臂结构进行了研究 他们发现马军龙的前臂虽然高度退化 但手臂仍然具备基本的大体结构 此外 不同于其他兽脚类恐龙有限的喉咙弧度 马军龙的手臂能够向多个方向运动 因此可能仍然在种间交流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似乎节目中让石油牛龙展示自己的小手挺合理的 也有句可疑 不过我个人认为如果用于性展示 大部分动物会选择让自己的展示器官更加的鲜艳更加的鲜明 单纯石油牛龙自己的小手似乎不太够用 如果他整个胸口一片蓝色并且配合这一对小手 倒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紧接着深海中两头巨大的苍龙冲向彼此 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战斗 这么多年下来真的不得不让人感叹 在被各种替神冒映女子的这么久 苍龙终于能以自己的真面部在古城屋纪录片中登场了 这不得请类目们把公平发在大火上啊 下一幕在瀑布上 三只恶灵龙站在瀑布上方向下跳望过 下一幕一只磨蝉在玉泥中发弹 伸出粗大的舌头抓住了一只多闪不及的恶龙 看看这个舌头 这才是挖泪正确的舌头使用方式啊 学着点同佩服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磨蝉形象也是一改此前普遍的放大版脚花蝉的形象 头上去掉了尖角 成功的破除了分类在古生物复原留下的魔咒 很多人认为脚花蝉头上有脚 因此同类的磨蝉可能也有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先入为主的问题 同时还有很多人议论画面中 这只魔蝉嘴里多出来了一排牙齿 也因此质疑这个东西的身份 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不一定就是牙齿 也有可能就是类似丘叉鸭这样的稳步去释放脚质 具体的情况我们还是只能等正片放映之后才能得到解释 同时魔蝉与恶龙的出现也暗示节目中会出现 马达加斯加西北部的梅瓦拉诺地层 也就是说同层位的马军龙 掠石龙 斜空鸟龙等一种马达加斯加晚期的恐龙也有望登场 下一幕一只身份不明的伤齿龙或齿龙类 正盯着眼前的一片火海 结合该纪录片预设的时代背景 将聚焦在恐龙最后的时光这一点来看 呃我们的地球可能又刷弱绿矮炸了 这里建议弹幕提前为这些恐龙们默个哀 然后是片头出现在丛林里的前周龙冲上了一群官道龙 准备霸开杀戒 官道龙是南雄盆地发现了一种切蛋龙类 因为有着十分高耸的头冠 形似今天的双肥鹤驼而得名 官道龙的体型并不大 体长大概在两米左右 如果遇到千周龙不赶紧逃跑 就准备等着倒霸吧 像一群坦克装甲车一样 一群三角龙正在临间推进 一只小三角龙好奇的靠近镜头 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三角龙这种恐龙真的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不过我真的很想在这里称赞一下小三角龙的造型 真的非常准确的还原了真正的幼龙头型 而不是像很多影视游戏作品那样单纯的将长年三角龙缩小 具体有哪些我就不点名了 接着随着两只后避龙沉重的洞盖一块儿 我们来到了一片海上 一只叶翼龙正深嘴骨石另一只较小的不明黑金墓 我也看到很多人争议为什么这只叶翼龙的头冠是光速度的竖刹 而不是一张撑开的船帆一样的皮膜 不过目前来看只是叶翼龙很有可能并不是叶翼龙本墩 而可能是来自摩洛哥地区的巴巴里翼龙或者其他静缘物种 因为叶翼龙属自身出现的年代比较早没有延续到KBG事件发生前后 如果出现的不是叶翼龙本墩 那这个头冠的造型也没有质疑的道理 以上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该场景锁入在非洲的摩洛哥海域 同时也解决了之前的疑问 之前预告中出现的蛇井龙类也最有可能是摩洛哥海域出现的摇井龙 下一幕随着不知名的西角类向前踱步 一只白脊龄配色的阿尔瓦雷斯龙类苍红头窜 在一片荒漠景观中一群大型的鸭嘴龙类正在画面中间休息 而远处世界看着并不算大的西角类来回的移动 这些鸭嘴龙类虽然因为景深的缘故很难判断具体的种类 但结合大致的轮廓这里可能还有两个选项 其一是来自蒙古奈梅盖特地区的巴斯伯士龙 巴斯伯士龙是一种中大型的鸭嘴龙类 目前主流的说法大多认为巴斯伯士龙可能更接近蓝士龙类 如果画面中的这些真的是巴斯伯士龙 可能头部会像其他蓝士龙类一样长有头冠 不能排除是剧组出于保守给予了一个平头造型 如果这些鸭嘴龙是巴斯伯士龙 前方奔逃的阿尔瓦雷斯龙类就有可能是奈梅盖特爪 背景与之前出现的荒漠西角类恐龙是后尔尾或奈梅盖特龙 荒漠中的睡王龙则是特暴龙 但是这种鸭嘴龙还有另外一个候选人将以庞大的身躯进入我 适应山灯龙 轮廓上判断山灯龙的腰部疾突也呈现这样起伏的外戏 头部没有任何的头冠 并且最重要的是山灯龙是一直最巨型的鸭嘴龙类 有着如此巨大的体型自然显得后方出现的西角类相形建出 如果这里出现的大型鸭嘴龙类确实是山灯龙 这个荒漠环境代表晚白恶是中国北方 那这些阿尔瓦雷斯龙就有可能是丘爬爪龙 画面中的这些西角类就有可能是猪城巨龙 那么之前出现的鸭嘴龙类就有可能是鸾川道龙 荒漠里的睡王龙是谁相信就不用我都说了吧 所以到了这里剧组可能是认为彼时王室群的恐龙 与其他地区的恐龙之间有相互交流 如果是这样似乎也不难理解 当然啦这只是我的一种口爱猜测欢迎打脸 我不管出现的画面是在中国还是在蒙古 这些代表着最晚期的亚洲恐龙在大营再次亮将的感觉 真的太棒 最后是霸王龙站在一头三角龙的遗骸旁边彰显自己的霸权地位 关于这个霸王龙我们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听说隔壁黑猫羊驼也准备解析这只预告出现的恐龙造型 黑猫羊驼那个视频质量大家都知道肯定是很强的嘛 那到时候咱们也一块儿一步去看看他怎么理解这只预告 有什么他自己独特的理解 这也就当帮他发个预告了 那敬请期待 随着最后霸王龙的收尾 本期始前兴求的个人向预告片分析也告一段落 在黑猫羊驼事件发生的前提之下 始前兴求目前却认出现多达五种生物群落 海岸、光漠、台湾、森林以及河流 地理遍布亚、非、欧、北美、南美五大洲 分别有亚洲、中国的南雄团地、中俄边境的阿摩尔地区 蒙古的奈维盖特地区、非洲的摩洛哥海域与马拉加斯加北路 欧洲的罗马尼亚岛屿、美美洲的阿拉斯加与拉拉米底亚古路 东南部及南美洲的阿根廷地区 尽管时间跨度限定可能让很多人看不到自己希望登场的动物 或始前兴求的生物群落之复杂、地理范围之广固 恐龙造型之精美、制作阵容之豪华以及科普理念之先进 以上种种都无疑让它成为了今年最值得一看的恐龙纪录片 就像2011年的《恐龙革命》完结史之初 《恐龙革命》才刚刚开始 相信11年后始前兴求无疑将掀起西一轮的理常碑式的革命 不管以上我们的推测准确与否 当然我们也欢迎剧组大力达连 5月23日一切都终将计较 让我们拭目以待